第5個位置 那這個LinkedX的這個範例 我們用了非常多次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是 假設第2個位置 放在A的資料 那A的資料它的下一個在第5個位置 所以呢我們就在這裡 這個是A的資料 它的下一個放在第5個位置 所以我們等於 這個指標指向第5個位置 然後再來我們看看這個V的資料 V的資料它是在第5個位置 它的下一個在第6個位置 這個6等於 我們現在有一個指標指到第6個位置 再來 第6個位置是C這個資料 那它的下一個位置 在第1個位置 所以現在有一個指標指到第1個位置 然後再來D 最後沒有了 D最後沒有了 那我們就說它是一個Node 那再過來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每一個Node 它都有兩個資料欄類 一個是我們的Data 一個叫做Linked 另一個指向它的下一個 所以我們這個Linked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指標 那指標的話我們也可以把它 想成它就是一個Replace 代表說我們這個資料 所放的位置 那在這裡的話 如果我們用了Replace 那就是Replace 如果是你放在記憶體上面的話 那就記憶體真正的Replace 那這個是我們上一次有講過說 我們怎麼樣加入一個資料 在這個一個Node的前方 那這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新增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的指標 這個指標原來的舊的地方 所以這個LinkedP 新的這個資料 這個LinkedP 它會等於Post 那這個Post就是原來指向第一個資料的地方 這個Post 那現在我們就是把這個Post的值 把它抄過來變成這個值 所以這個值跟這邊這個值 同一個值 那再下來就是我們這個First 現在就變成這個新的這個P的這個位置 所以就是這個First 叫這個P的位置 好 那再下來就是我們Replace 把第一個 第一個東西把它刪掉 那把第一個Node刪掉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我們先假設第一個Node 這個叫P P 然後呢 在First等於LinkedP 這個First呢 它的指向 它的這個P的下一個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P把刪掉了 那就變成這樣一個情況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看到的 文化LinkedList的方式 再過來就是 我們在這個課文上面 對於這個SingrayLinkedList 單一鏈鐵的串列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Chain 那裡面的每一個點 就是一個Node 那中文叫做節點 那每一個節點呢 它就正好有一個Link 或者我們稱之叫Point 會指到它下一個 下一個Node 那最後一個Node呢 它沒有後面沒東西了 所以我們用0 或者是叫做Move 來代表好像後面沒有東西 那對於一個Node來講的話 我們翻譯看到就是 那一個Node的資料寫得怎麼辦呢 那就是我們有一個欄位叫做 Data 這個欄位 然後再下來 它還有一個 立可這個指標 所以我們在讀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上次有說過 你要讀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看 把它想成這樣一個情況 那就代表什麼 LiNkLinked 這個東西是一個 Chainnode的指標 這個STAR代表一個指標 那這個Chainnode呢 就跟我們這邊這個Chainnode 看到這個Chainnode 同一個名稱了 所以這個定義的名字是什麼 我們所指向過去的一個地方 它的資料型態 它的資料型態 跟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 這一個 本身的資料型態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兩個的資料型態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Chainnode 好 再過來是這個 我們要製造一個 新的Chainnode 那你看啊 這個要製造一個新的Chainnode 在這個地方 就是 Data 要等於這個 一個Element 然後Linked 這個等於它在使 就是Linked 這邊進來就下一個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我們在這裡 要造一個 全新的一個 一個Node 那這個Node呢 這個Data的部分 就是你 從這個Element 灌進來的資料 這個Element 灌進來的資料 然後這個Linked 就是這邊的Net 灌進來的資料 好 這個等於是這邊的Net 灌進來的資料 那假如你這個是新產生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這個Element的詞 可能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了嗎 在這邊的這個詞 如果你沒有給它詞的話 這個Element的詞等於0 D4等 如果你沒有把詞傳進來 那你D4的詞就等於0 這邊就等於0 那Next的也是 這邊的這個Next 假如你沒有把詞 團進來的話 它的Next的值等於0 代表什麼 代表它後面 沒有下一個Node 好 那這個Channel的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這一章講義裡面 這個Channel這個是一再使用的 就是我們只要 鋪掉這個Channel的話 示範就是我們要成為一個新的Node 然後就會包含它的資料 以及它的Link 直到下一個的Link 那這個我們是一再同步使用 那再特別再說一下就是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寫一個等於0 並不是它永遠的名 就是我們有沒有傳東西進來 如果有傳東西進來的話 就會用傳進來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D4的 就是裡面有傳資料進來 那這個時候 這個紙就設定為0 那這個Next的也是 如果裡面有傳資料進來的話 它有一個紙也是設定為0 那這個是我們三次已經看過一個 照一個LinkedLisk 它是有兩個點的 那我們在照的時候 第一次就是我們先照一個 NookChannel 那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地方 填一個20 這個地方填一個20 然後它的這個Next 這邊是這個Linked 這邊是等於0 我們填一個0 然後這個我們就造了一個新的Node 那下一次呢 我們再看一下 下一次再一個新的Channel 它是填一個10 它這邊填一個10 然後它的下一個呢 它的下一個呢 它的下一個就是 連到這個當初的這個Second 這個Second 這個Second 就是當初在這裡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Second 所以呢 就把這個指到 這個Second 然後呢 我們現在新成立的這一個 這個叫做First 那就等於什麼 我們的First 直向這個新的地方來 好 那再下來是 我們這個的話是 我們這個的話是 在 在 在 某一個X這個地方的後面 增加一個新的點 叫做50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可以增加一個點叫50 然後加進來 那50的這個新的這個點 它的下一個在什麼地方呢 它的下一個就是 原來X的這一個 X的這一個 麻糙這邊 那超過了就像那一次 我們現在指向原來X的下一個 就是叫做X的link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 我們這樣就 就等於是把這個 把它指過來 然後呢 同時這個新的這個 這個Channel的 它是由什麼 有現在新的這個X的link 這樣拿 所以這個又會指到這個地方 這樣我們就串起來 好再下來是 我們要刪除一個點 那我們要刪除一個點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到說 就是 你刪除這個點 到底是不是第一個 那如果是第一個的話 就直接刪掉 刪掉 然後把你的first把它連到這邊來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你不是第一個的話 你在中間的某一個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y的 這個 y的 nest y的nest 連到這個 s的nest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下來是 有歡迎我們的 這個 class的 這個 template的定義 那就是我們在定義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一個template 這個字 然後呢 這個把這個 你要用的template 這個p 把它 把它帶進來 那將來呢 我們在宣告的時候呢 會有t的這個類別 那真正要用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這個類別把它取代掉 剛考試的時候 這個 上一 去上禮拜考試的時候 也有這個題目 那這個是 我們insert 把東西把它insert在 這個linked list的尾巴的地方 那這個系列 我想我們就不要再講 然後這個類似 把兩串的linked list 把它串起來 那這個串起來的方式 也在這邊 再下來是 我們要reverse 那這個 上一次有說 這個reverse 這個稍微難一點點 齁 其中考試機率 上一次說多少 蛤 忘記了 上一次我們有說這一集 其中考試機率是多少 多少 多少 成功 多少 但是我們有說這一集 考試機率是多少 百分之五十 這點要怎麼記下來 百分之五十 今天已經變成百分之五十一了齁 好再下來是 我們有所謂的這個 circular list 那這個circular list 就是 我們把這個最後這一個 它的下一個指標指向的第一個 這個叫circular list 所以這個重點 這個circular list的重點就是 我們應該有一個外部指標指向最後一個 你只要能夠指向最後一個的話 最後一個下一個就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重點齁 是這個last 重點不是first 是這個last 那你知道last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由這個last 知道你的第一個是誰 好 那這個也是就是我們要 insert the front 在這個circular list的front 那你就是自己去畫畫圖 就知道說這個要怎麼做齁 好 再過來是我們利用linked list 來做為stake 以及做為q 本來我們的這個stake 或是q的話是用rv來做的 那現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用linked list來做齁 好 那所以如果說 左邊這個齁 等於是我們的linked list 做出來的這個stake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這樣看齁 就是tub 就指向這個 等於是我們這個linked list 最開始的地方齁 就是tub 那如果你是一個q的話呢 那我們就有一個front 還有一個real 那plant是對我的這個前端齁 real是對我的這個尾巴齁 real是尾巴齁 real是尾巴 好 那在這邊呢 一樣齁 就是對這個stake的話 我們可以有一個push 有一個pub齁 那你就是看看你的push要怎麼做 那這邊的話 這個pub是說 這個pub的話等於是 把這個齁 把這個拿掉齁 這個拿掉就不要了 把這個東西呢 只向這個地方買齁 pub就是把最上面齁 這個pub這個東西拿掉 所以呢 就是基本上 重要的重點就是這個齁 這個動作 tub就是移動一個位置 然後把你剛剛的這個 這個資料就把它 優租掉了 再來一次我們看一下這個push齁 那這個push齁 那這個push是 這個linked list的q 好 那linked list的q的話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加在尾巴的地方 所以我們再加這邊齁 再加入一個新的東西齁 齁 然後呢 我們要想辦法齁 把這個指向他 這個要指向他 這個要指向他 齁 然後這個reer 這個指標呢 要變成什麼齁 變成這個新的這個 所以你總共要發 你總共要這個動的就是 前面這個指標 還有這個指標齁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 呃 看到就是 齁 就是我們 加入一個新的 齁 加入一個 新的這個 這個點齁 他的資料是1 他的下一個是 沒有東西的齁 齁 然後 這個 這個reer齁 這個reer 還有 原來的reer的link 齁 都會指向新的這個點 齁 就是 你這個原來的這個reer的link reer的下一個 跟這個reer 真正這個reer 這兩個都要指向這個 新的這個點 好 再下來是 我們的這個pub 齁 那這個pub的話 就是我們要把 前面的拿掉 好 那這個 我們要把前面的這個拿掉齁 齁 我們也看一下這個動作其實就是 你想辦法把這個齁 齁 這個拿掉 然後呢 這個連到這個地奧函 這是我們要做的動作 所以這個franc 就是改到 franc的下一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做的就是 franc的下一個 基本上是 這樣一個情況 那可是 這個 我們的課本裡面 齁 少做了這件事情 齁 如果你是課本沒有講義的話 你這句話也要補進去齁 少做了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萬一你這個 你這個 抵律掉之後啊 你這個 就沒有 整個是沒有的話 那你還必須把這個 錄影碼 變成0 齁 就是整個 整個 整個 那你的q都已經沒有了 那你的front 公路也都應該是 的迷你 好了 這個最後呢 就是再把這個 你要刪除的這個node 叫DEL DEL Node這個齁 就只能把它刪除掉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刪除我們的 q的front 好 再下來齁 我們再來看一下 link list的應用 好 好 那這個link list的應用 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話 我們用這個 多項字 Hoinomia 多項字 來看看說 我們怎麼放在link list裡面 現在我們這個 上面這邊有一個 多項字齁 A的多項字 它是3x的14次方 加2x的8次方 加1 所以我們放進去的方式就是 這個地方是3齁 代表前面這個起數是3 14的話 代表x的14次方 所以呢 這個就是3還有14把它登記起來 再來是2跟8把它登記起來 2跟8把它登記起來 再來是 E是係數 然後呢 這個x的0次方 這是0次方 最後呢 這個你代表 它後面已經沒有資料了齁 好 這邊這個就填到你的 你的講義裡面齁 講義這邊就空白了 你把它填進去 那這個我們就給我另外一個 8的 8乘以x的14次方 8然後4 再會是-3乘以x的10次方 -310 再會是10的 10乘以x的6次方 16 這個就填到你的這個空白裡面去 好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多項式 再下來這個多項式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內容 我們就知道說 那它這個linked list齁 的每一個點 它應該要存它的係數 齁 齁 coefficient coefficient 就是係數齁 係數這個中文自己寫齁 還有explant 它的指數齁 或者次方 指數或者次方 好 所以你就是需要有這樣的東西 那 再過來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poinomia 這個class的poinomia 齁 這是一個多項式 多項式就是一串的東西 所以看一下我們這個poinomia裡面 的資料結構長什麼樣子 它就是一個chain 齁 它是一串的東西 它是一個chain 它是一串的東西 然後呢 這一串的東西 它的這個名稱 我們這邊叫poinom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可能是我們的變數名稱 好 然後呢 這個chain 這個我們之前說 我們的template template的時候 這個內容 什麼時候引進來 就是你真正要宣告 chain的物件的時候 poinomia是它的物件的名稱 那這裡有一個term term 這個term 就是這個term 所以這個term的地位 就跟int的地位是一樣的 那只不過term裡面 它實際上有1 2 3 有三個東西 好 那這個三個東西裡面 重要的就是 它的係數 跟它的這個 施放 所以我們的chain裡面的每一個點 它都有包含這樣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link list 好 所以我們用這個link list 來代表我們這個toinomia 所以我們如果再回到這邊看的話 各位就知道 它是一個chain 它是一個chain 它是一個這樣的chain 然後呢 它裡面的t 裡面t就是它的資料的部分 它是這個 跟這個 這是它的資料的部分 那當然它還有它的力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它的係數 以及它的刺發 好 好 再下來就是 我們如果要把兩個多箱式把它加起來 那這個兩個多箱式加起來 我們各位又知道說 這個次方相同的才能夠相加 那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有一個是存在a 另外又存在b的這個link list裡面 好 那這個3乘以x的14次方 這個是8乘以x的14次方 這兩個都是14次方 那所以我們就產生另外一個新的link list C 那這個時候呢 這兩個你就檢查看這兩個有沒有相等 有相等 我們就把這兩個相加 這個就是非常單純的邏輯概念 好 那所以3加8 這個也到11 那它的次方還是4 所以第一個動作就是把它開頭的地方 看看這兩個有沒有相等 相等我們就可以相加 不相等不能相加 齒方沒有相等不能相加 好 那再過來我們這個demo下一步 那下一步的話 我們這個指標 在這個link list的指標 我們就會移到它的下一個 這個v的話也會移到下一個 那這個時候呢 8跟10不一樣 8跟10不一樣 那我們的這個prinomial 基本上是根據按照四方的這個大小 由大而小慢慢把它排下來 所以4的下一個 我們應該就放這個10 10跟8比 那10比這個8要大 我們就放這個10 那放了這個10之後呢 這個它的布上就放下來了 這個q內我們就往後移動 往後移動 所以在下一步 q就移到這個地方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那q移到這邊來之後 你就可以發現 這個8跟這個6 8比這個6還要大 所以我們下一支要放的是這個8 馬上下來 那吃飯箱總裁都相加 接下來就點點點 依此類推 OK 好所以這個多項式的運算 我們在這邊沒有提供程式 那這個課本裡面有 我們這邊沒有提供 所以我們到這邊 這個多項式的運算 利用linked list來做的 那我們就講解到這裡 再過來 另外 這個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 我們在 迷散數學裡面 非常重要的 這個叫relation 兩者的關係 這個relation 那這個relation 我們說relation的這個 三個基本的性質 就是兩者的關係 有沒有reflexive 有沒有反伸性 有沒有具備 symmetric 有沒有具備對稱性 有沒有具備 sensitive 有沒有具備 地移性 那這三者 就是我們要分別去探討說 這個relation 有沒有具備這樣的東西 好 那今天我們這個探討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探討的是 多邊形 Polygon 就是這個x是一個Polygon 那這個Polygon 本身呢 它有沒有具備所謂的 這個reflexive symmetric 跟transitive 這種概念 它到底有沒有具備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多邊形叫x 那自己跟自己本身是相等的 這個叫reflexive 我們先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 我們說這個人 這個a認識b a認識b 這個a認識b 假設我們寫這樣 a認識b 假設我們這個叫認識 就是我們一般人要認識 a認識b 那a有沒有認識a 我們人本身有沒有 有沒有反身性 有還是沒有 有還是沒有 通常沒有 大部分人都不認識自己 可能 旁觀者輕 大部分人不認識自己 所以自己不認識自己 所以人是不具備反身性的 接下來 如果兩個Polygon 一個加x一個加y 那這個對稱性 那這個對稱性就是 這個x等於y 連y等於x 這叫對稱性 那你也用一樣 用一樣這個人的這個認識的角度 a認識b 有沒有必定b認識a 有沒有 沒有 當然沒有 非常簡單 你認識馬英九 馬英九我會認識你 對不對 你認識他 他是偉人 他不認識你 所以 這個兩個沒有對稱 認識這件事情是沒有對稱的 再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有三個Polygon xyz s等於x等於y 那y等於z 這個時候 多邊形 你想想看 多邊形有相等 s如果等於y y等於z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 s等於z 這當然沒有問題 所以他有第一性 算是什麼 第一性 那我們來看看 認識這個事情有沒有第一性 有沒有第一性 就是說 這個a認識b b認識c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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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嗎 當然不行 這個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認識這個東西 在我們這三個性能裡面 通常都存在 所以認識 你說我跟他認識 我沒有什麼關係 我不要認識他 在我們relation的定義裡面 他是什麼都不是 認識是沒有具備任何的性質的 好 那再下來 再來 這個應該在離譚數據裡面 都有講過的 再下來就是 equivalence class 等價的類別 equivalence class 就是 你的關係裡面 你的關係裡面 具備的 這三 剛才我們講的這三個 就是 symmetric,reflexive,transitive 如果你有具備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將來所找出來的 找出來的 我們就可以稱它叫 equivalence class equivalence relation 然後呢 你所找出來的 個別的class 叫做equivalence class 好 那我們這邊給一個例子 就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 這個多邊形 12個 我們這邊有12個多邊形 那其中我們知道 0跟1 0跟4一樣 相等 3跟1相等 6跟10相等 8跟9相等 7跟4相等 6跟8 3跟5 2跟11 11跟0 好 那這裡面眾多的 這個相等的關係裡面 那我們可以把它找出來 它事實上分成三群 其中一群是 0 2 4 7 11 這是一群 0跟4 同一群 0跟4同一群 然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4跟7 4跟7 然後再來 2跟11 所以這個是同一群的 那因為呢 我們剛剛說 這個 多邊形的這個 這個 兩者的這個關係的話 它具備什麼 transitive 所以呢 這個0跟4相等 4跟7相等 那當然就imply 0跟7也是相等 所以這個他們是同一群的 然後再來 1、3、5 3跟1 還有3跟5 所以 1、3、5是同一群的 再下來 6、8、9、10 這個 6跟10相等 8跟9相等 還有6跟8相等 所以他們是同一群的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說 這個一共有三個 increference class 這邊一共有三個 好 那再下來呢 我們怎麼樣寫Program 來判斷 假設我們給的上面這一串的東西 就是我們假設 我們剛剛說給的是 這一串的東西 應付的是這些資料 從這裡 從這裡 到最後這個 假設這個是我們的imput資料 那我們的imput資料就要給你們 一個pair 0跟4有關係 是一個pair 3跟1有這個關係 它是一個pair 6跟10有這個關係 那我們就要問說 那哪些是同一群 哪些是我們所謂的 increference class 他們是同一群的 好 那這個 這個地方 我們是怎麼做的 這個 我看這個地方 我們就直接來看下面的範例好了 好 好 那我們看這個範例怎麼做的 就是 我們給進來是一個pair 0跟4是一個pair 0跟4是一個pair 我們就會把 在0的這個地方 加入4這個node 加進去 它是一個linked list 加到0開頭的linked list 裡面 裡面有一個點叫4 另外 0跟4 是一個pair 所以它在4的地方 它在4的地方 也會加入 0的這個node 再說一遍 因為0跟4是一個pair 0跟4有關係 所以它會在0的地方 加入4這個點 會在4這個地方 加入0這個點 然後加進去 再下來3跟1有關係 所以在3的地方 加入1這個點 然後呢 在1跟3 1的地方 加入3這個點 把它加進去 再下來6跟10 所以在6的地方 加入10這個點 在10的地方 加入6這個點 再下來8跟9 所以在8的地方 加入9 8的地方加入9 再9的地方加入8 再下來7跟4 7的地方加入4 4的地方加入7 那因為它是linked list的 它加進去的東西 都加在前頭的地方 加在前面的地方 所以你看這個 後來這個7啊 就會把這個0 這個向後推 它變成開頭的地方 所以7加入這個4的linked list 再次開頭的地方 再下來6跟8 那這個6的地方 要加入一個8 那原來這邊也有個10 一樣喔 6跟8 我們就把它加進去 還有6把它加進去 再下來3跟5 就3的地方加入一個 然後5的地方加入3 再過來2跟11 2的地方加入11 然後呢 11的地方加入2 11的地方加入2在這裡 再過來11跟0 就全部加進去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linked list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它可以連續的逆發 連可以到達11 連跟4 那其實我們看這裡可以看到 連跟4 有這個關係 連跟11有這個關係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那但是在它同一個class裡面 我們可以看喔 那你將來要怎麼record 你這個所有的內容 我們要怎麼report的呢 我們看一下 0到了這個11 0可以到11 那這塊11怎麼辦 11我們可以看一下 11這裡面可以到0 它也可以到2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登記 好 你就可以登記這個0 0 我們先登記一下一個0 它是可以到11的 那到了11之後呢 我們應該跳到這邊來看看 11還有什麼東西 11其實有0 0就是它自己本身 還有2 我們也把它登記起來 好 再來我們這個2呢 再跳到2的地方 2的地方 就是11 就是11 所以就 return回來 到這邊 所以11這一條路已經 縮選完畢了 縮選完畢之後 你就跳到剛出的地方 這個11這邊 下一個是4 好 那4的話 我們再跳到4的地方 4的地方 還有一個是7 4的地方 我們也跳到這個4的地方 還有7 所以我們就把7登記起來 那7的地方 下一個是0 就0就是它自己本身 那這個4的地方 這一條路也走完了 我們再跳回 原來這個4的地方 那這邊0都沖走了 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以0為開頭的這一群 我們就找出來了 這個時候我們找出來了 好 那再過來 我們就看下一個 這個是1開頭的 那1開頭的 我們就登記一個1 還有一個是3 我們把它登記起來 再過來 我們跳到3的地方去看 3的地方的話 有一個5 我們把它登記起來 有一個5 我們的下一個是1 1就是它自己本身 所以這條路是走完了 走完之後 還有5 那這個5 剛剛要跳到這個5這邊來看 5就是它自己本身3 所以就跳回來 那這個後來走完了 就跳回來 那這個其實結束了 再下來我們要看什麼 看2 可是2呢 當初在這裡 我們已經登記完畢了 所以2就不要再看了 再過來我們看那個3 3在這邊登記完畢了 不要再看了 4在這邊登記完畢了 我也一樣 再過來我們看6 那再過來看這個6 6就到一個8 所以我們就把它登記起來 8 8呢 我們就跳到8 這樣去看一下 8裡面有一個是6 就是它剛自己本身 還有一個是9 我們要登記起來 我們順便跳到9去看 那9的話 看到這個8 就是它自己本身 那9這條路就結束了 回到 剛剛這個8 這條路就結束了 就回到剛剛那個6的地方 6的地方剛剛有一個8 現在還有一個10 所以我們再把10分記起來 然後呢 再跳到10的地方 10的樣去看 10的樣是看到一個6 6就是剛剛也登記過的 所以就10的這條路結束了 所以我們再跳回到6的地方 6的這條路結束了 我們6的地方結束了 那就沒有了 結束了 這6 好 接下來看7 7剛登記過了 再過來我們看8 8剛登記過了 再過來我們看9 登記了 10的登記了 11的登記了 結束了 下課了 好 我們先下課休息 3 7 9